在園區裡面的 眾多公共藝術當中 我覺得這一個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意義 這個叫做號角響起 其實看到它是一個小號的造型 就可以聯想到以前魏武營 它還是軍事基地的時候 只要吹送起軍事的號角 可能就是比較嚴肅的代表 譬如說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你看你這樣過去 它都有好像一個洞一個洞 這樣延伸到別的地方 這個其實是我們荷蘭的建築師 Brancine Holborn 他第一次來看到魏武營 最大的一個印象就是 充滿了榕樹 他就把這個概念拿過來 因為他就發現很有趣 就是樹跟樹中間 好像都會形成那種樹洞 這學社很舒服 這單人房空間很大 一到這裡就覺得 有想要睡覺的氛圍了 Windy 別再睡了 不能睡 我是妳一個人的空間 那不然還有誰的空間是在這兒 不是說是我們的宿舍嗎 對 這一間可能要住 雖然說這裡是書房 可是走進來之後 蘭芝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是像獨立書房那樣子 小小間 但有在賣書的 可是這裡其實純粹就是一個 分享閱讀的空間 希望收集一些 駿村相關的書籍小說 大家可以來這邊看書 分享駿村的故事 用這個小白熬包肉丸 安爪做 這樣 好像在做黏土